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五阿哥比较帅真吗 不管赵薇是什么状况 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看待 还是说由于内地的娱乐圈 那些明星们太了解赵薇 出的时间一长就不愿意跟他来往了 再或者是强倒众人推 老海觉得没必要纠结这些 在这个时候 赵薇依然能有苏友鹏这样的朋友陪伴 应该是替他高兴的时候 毕竟对于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 有一二字才是无价之宝 赵薇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娱乐圈 并且还对苏友鹏发出了想再次合作的声音 这其实对于剧民们来讲是个好事 毕竟抛开做人方面的问题 单纯从演技方面来说 赵薇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相对于其他女明星来讲 赵薇主演的那些电视剧还都值得一看 相信有这种感受 不止老海一人 如果此时能看到陈坤 与赵薇能再次回到友谊的小船上 那可能才是粉丝们 最为开心的事 毕竟想象这二位当年 那也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其实看到 二人目前的状态 不免让人想起那句两个人之间 不怕争吵 就怕相互不理睬 慢慢的 让无视对方的存在 从而成为路人 也许陈坤与赵薇的状况 就是如此 少了陈坤这样的铁哥们 赵薇的生活 其实少了不少的光彩 可那样的友谊之船 还能回来吗